第一个就是经济 因为双方都提到经济了 第二个是边界 边界这两个还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花这个时间比较多 当然谈到一些包括黑人的问题 包括一些像川普巨大的child care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在选民心上会有一些琢磨 为什么你这个问题你不好好打 毕竟来讲中产阶级 养小孩这个事情能不能得到底线 这个事情很实质的 你怎么避而不谈这些事情 但是在其他一地上 我觉得这个拜登长得有点模模糊糊的 而且有点不光是照顾左右而言 他有时候常常是大黑所问 问的问题有点迷迷糊糊的 那么他你看有几个问题 组织人说你譬如在问到黑人的问题的时候 就停了 那黑人说你还有49秒 你会继续发挥了 拜登好像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讲 感觉上就是这样 否则的话他有很多话就要讲 因为黑人票正在流失当中 中国议题并不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主要议题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回答很多 比如说涉及到关税 这个经济等等相关的 还有外交议题的时候 其实两位候选人都不怨而同的 试图把这个话题引向中国的问题 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表现 中国的问题现在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 基本上都有高度的共识 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基本上两个没有太大的分析 那么同时我认为中国的议题 其实涉及到美国的目前面临的 无论是经济议题 还是移民议题 还是国家安全议题 那么物价这些通货分散等等 都是相关的 而这些相关并不是说 由某一方单独负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说在跟中国上拿好处的话 那么拜登当然受到指责 那么说亨特拜登在中国拿好处 那么川普无中生有的就会说 那你以示就是说 中国的代理人就等于这个意思了 那么他用的就是 Mandarin赴满洲一样的竞选人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说 我认为他今天进行了一种人身攻击 而且对美国的基本的制度 对美国总统进行人身攻击了 那么用中国这些来的攻击了 我认为是对美国民主的伤害 那么我想来请教李尚明教授 您怎么通过这一回合的 这样的言语的交锋 来看待拜登和特朗普 在对华政策上的议统呢 拜登呢他自己提出来说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做事 这是有一点这个 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不过他这个 拜登在赤字辩论中 有好几次哪壶不开提哪壶 比如他吹这个阿富汗撤军 阿富汗撤军在美国人心中印象极坏 就简直是逃跑一样嘛 对吧 他又提到这个 非法移民杀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孩 这也是非法移民 又是他的短处嘛 他有提出来 那这个也一样 其实呢你要看 那个欧巴马政府 确实没有做什么事 他就是老是跟中国说 开会劝中国就是打台积拳 听了以后 这个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 明天还一样 所以特朗普也没办法 说那我就加税 加了关税 这一加关税 中共才觉得这个疼了 马上就有反应了 所以加关税 在精确角度讲 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但是你不加这个关税 他就真是不理你 加了以后还真是管用 不仅管用 而且这个拜登也完全继承 现在还要追加 所以他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这样登记 是不是 能不能够